有句話叫做船大難掉頭 但這個船已經掉過來了 就是說從六七年前川普上任以後 美國和中共的政策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 它不會再回過頭去掉 川普的第一任期對中共發起了貿易戰 還有一些科技、高科技上的一些封鎖 這個貿易戰對中國經濟構成了一個沉重的打擊 但實際上川普的關稅貿易戰 實際上只是它的第一步 它還有後面的第二步、第三步 川普上臺的話,我不認為川普會放棄台灣 因為台灣對於目前整個全球 在政治經濟體系中 它佔據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認為川普關於副保護會 這些話對於實際不會有任何影響 不會有正面影響也不會有負面影響 因為它就是說一說 美國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 到時候該出兵的時候還是要出兵 日本的聯盟是守護國家台安全的重要的力量 我覺得在軍事聯盟上面 不會受到日本政黨名替 或者殖民黨是否能多出党吃針 不會受到這個的影響 但是中共卻會利用這個事情 就是這段工廠期 中國還有一個內在的因素 可能導致它對台灣動物或用其他的方式 因為它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機會 軍事打仗它是一個工程 它是一個非常細緻的工程 習近平想攻打台灣是肯定的 但是最後攻打台灣 當然它一定不是拍腦子 它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先兆 而這些先兆 通過現在的偵查手段 衛星手段都會看到的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熱點互動節目 我是主持人韓飛 美國大選倒數將如何牽動美中關係 日美兩大空窗期會給心邪惡軸心壯膽嗎 我們這期節目邀請到兩位嘉賓為大家分析點評 首先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 講座教授謝田 謝田教授您好 韓飛好 周先生好 您好 還有軍事頻道探索時分周子定的博主周子定 子定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謝教授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您好 歡迎兩位 我們首先來看到美國大選在即 那不少機構也在展望 美國對立陣營的核心勢力中共 他會更希望賀錦麗和川普中的誰當選 其實就是在賀錦麗和川普當中 那誰上臺會讓中共更有可能有機可乘 來實現他所謂東升西降的野心 那子定您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很難說 有句話叫做船大難掉頭 但這個船已經掉過來了 就是說從大概六七年前川普上任以後 美國和中共的政策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 當時從貿易戰包括疫情就使得 就雙方越走越遠 現在無論是軍事政治還是經濟上 雙方這個分歧越來越大 變成這條路他船已經掉過來 他不會再回過頭去掉 現在對中共的這個政策 其實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雙方的共識 當然在這具體的政策上面 雙方是強弱的時候有差別 我特別注意的是就是說 美國國會成立一個什麼 就是對抗中共的一個委員會 他的主席是加拉格 他是威斯康辛議員 他已經辭職了 他是共和黨人 他的副主席是一個印度裔的美國議員 他是民主黨人 雙方對於中共的這個措辭 就不是很一樣 一般共和黨來說更強硬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呢 共和黨的候選人無論是誰上臺 對於中共的態度應該會更強硬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呢 美國這個船頭已經掉過來了 所以我認為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誰上臺 大的對中共的這個政策 可能不太會發生改變 但是小的比如說哈里斯要上臺 他在這個所謂的環保 或者太陽能光伏方面 他可能要大力扶持 但我們知道現在中共控制了 整個光伏的這個共鳴 所以從這些角度上講 可能哈里斯上臺 在經濟上對於中共來說 可能是一個較好一點的消息 嗯 那接著請問您 臺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看到在大選進入最後衝刺的時候 川普日前是再次提到 如果臺灣要美國保護 就應該交保護費 那這番話是又在臺灣發酵 引起兩極的反應 那一些人擔心這是以利益衡量臺灣 而且如果說臺灣繳了錢 美國一定會在關鍵時刻出手保護臺灣嗎 那中共國台辦也是趁機山峰點火 宣稱如果川普當選 臺灣隨時可能從棋子變棄子 您怎麼看川普保護費的言論 和臺灣內部的這種聲音呢 我記得石板明夫先生在幾天前采訪時說到說 這個是好事啊 那付錢買保護費 大家如果合同上白紙黑字這麼寫 那當然是樂意 但這個問題我是這麼看的 就是說川普這樣的言論不是第一次了 在第一任其中也有 他很多是針對亞太地區的盟友 比如日本和韓國 我們知道美國在日本有駐軍 在韓國有駐軍 駐日美軍的費用 日本只付了大概40% 剩下60%是美國付的 駐韓美軍也是這樣 駐韓美軍韓國付的多一點 我記得好像接近50% 但是不管怎麼樣 美國都會付50%以上 所以在四年前川普任內的時候 他就提出過要日本多付錢 然後韓國多付錢 這個事情最後是什麼 不了了之 就是說很多事情就是說 當然如果像第一點 就是如果像石板明夫先生說的 如果能落實到紙上 就是說白紙黑字 就是說如果臺灣入侵 美國提供保護 然後美國或者駐軍 臺灣提供資金 白紙黑字能達成這樣的條約 當然是一件好事 因為一旦達成條約 就美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 他很難去失信這樣一個條約 因為對整個盟友 北約體系 對歐洲它的影響太大了 那第二點就是說 我認為這個東西最後能不能落實到 到最後我認為是一個問題 因為四年前 韓國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 到現在一樣的 那個時候川普還是總統 對不對 當然現在川普他只是想表達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通過這樣一個具體 這個行為付錢 這個行為體現出來 但我個人並不認為 未來就算川普當選總統以後 臺灣和美國會達成類似的條約 因為這個背後有太多的政治考量 無論是美國政治高層或是臺灣 會有太多的不穩定因素在去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東西最後會落實 那您覺得如果說不落實到白紙黑字 會影響美國 他對臺灣的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拜登總統曾經多次的表示 如果中共犯臺會出兵保護臺灣 那您覺得會影響這個政策的方向嗎 那首先第一點就是說 沒有人能保證習近平一定入侵臺灣 也沒有人能保證美國會救臺灣 就我說這是百分之百 這個事情 任何事情它都有餘地來這個事情發生 首先打臺灣 它是一個軍事問題 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們從軍事的角度來看 習近平在過去20年來 一直在讓軍隊做好戰鬥的準備 而美國這邊在軍事方面也在做準備 無論是亞太地區 包括最近幾年這個動作非常大 包括在關島地區 美國在搭建一個非常完善的反共體系 搭建陸上宙斯頓系統 把薩德移動到關島 我們關島在第二島鏈的中心 又是美國的本土 距離臺灣大概2000多公里 是美國援助臺灣非常重要的一個支點 這裡是後勤不計中心 也是美國太平洋的核潛艇的中心 所以它非常重要 包括南邊和菲律賓深化雙方合作的關係 要建設九大基地 包括今年年初的時候 把海馬斯包括提風系統 佈置到菲律賓島上 它就是實地去部署 看看 就是說我哪個地方能去踩一下點 看看我到戰時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怎麼樣才能更快達到我的戰略目的 包括北面和日本深化合作 美國要改變駐日美軍司令部 雙方的指揮系統要更加的合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美國的印太司令部 美國軍隊在做好 在臺灣地區抗擊的準備 但是我說了 從軍事上來說這是一個 但最後它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 政治上的這個決定 它最後就有很多的因素 我們從習近平的角度上講 它可能取決於經濟上的因素 可能取決於國內政壇的這個因素 所以現在沒有人就說 很多人說2027年習近平會答案 這個事情不一定的 並且一個人的想法 它是不斷變化的 就5年前你看習近平看臺灣 和我現在習近平看臺灣 他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這個觀點在未來幾年還會變化 那美國也是這樣的 就是美國目前保衛臺灣 現在是兩黨的一個共識 就兩黨的一個共識 他以前美國在談問題上 他是比較戰略模糊的 現在這個戰略模糊是越來越明確化 包括拜登幾次去說這個 當然我有看到有些人 就是會批評拜登說這樣不太好 但是這是目前拜登政府給出的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信號 至於無論川普 如果哈里斯上臺的話 很有可能會延續拜登政府的路線 川普上臺的話 我不認為川普會放棄臺灣 因為臺灣對於目前整個全球 在政治經濟體系中 它佔據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認為川普就是說 他那番話就是關於副保護會 這番話對於實際不會有任何影響 不會有正面影響也不會有負面影響 因為他就是說一說而已 這個事情不會落實到紙面上 美國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 到時候該出兵的時候還是要出兵 謝蓮教授現在外界的分析 普遍認為說 中共它會更傾向於川普上臺 它給出的原因是 因為川普可能會給美國的外交造成混亂 因為相較賀錦麗 她大概率會延續拜登的政策 通過加強聯盟合作來遏制中共 川普則更喜歡單打獨鬥 就像上次他任期的時候 三次和金正恩見面 那您怎麼看 您覺得川普的外交方式 會讓國際局勢更混亂嗎 首先沒有川普的外交會讓國際局勢混亂 這個說法 川普上臺會讓世界更趨於和平 讓世界反對共產主義的力量會加強 會遏制中共和北韓這樣的共產主義政權 所以我們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 已經清楚看到了 據說中共是不是更傾向於川普上臺 我倒不這樣認為 實際上在這次今年大學的早期 那時候拜登還在跟川普競選的時候 很明顯的中共是在支持拜登的 就是拜登的原因 因為中共知道川普的第一任期 對中共發起了貿易戰 還有一些科技 高科技上的一些封鎖 這個貿易戰對中國經濟構成了一個沉重的打擊 打擊非常嚴重 但實際上川普的那些關稅 貿易戰 實際上只是它的第一步 它還有後面的第二步 第三步 但後來我們也知道2020以後 川普的後續沒有完成 沒有實現 但是拜登也把原來川普的基本上 那些關稅也基本上延續了下來 那對中共來說 它支持拜登 那是有道理的 因為它可以保持這個現狀 它不會承受更大的打擊 而川普是會給中共更大的打擊的 當然後來我們也知道民主黨換成哈里斯 基本上是一個木偶式的人物 它有後面的力量 在後面的支持 然後再後來呢 我覺得到最近呢 最近一兩個多月呢 我覺得中共實際上已經認識到 認識到那個川普肯定是大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川普會勝利 會取勝 那這時候川普我們看到中共的那些水軍啊 攻擊啊 就是企圖幫助民主黨打擊選仗的努力 基本上就停止了 現在中共基本上不太參與了 因為它現在也知道 川普很可能 極大可能上臺的話呢 它也不需要去現在去製造那個敵人 所以中共實際上它是一個 非常的機會主義的這樣一個路線 而川普上臺之後呢 我們知道它不會給這個國際形勢造成混亂 因為首先呢 川普已經說的很清楚 並且普京到斯倫斯基都已經可以接受 川普的主張 就會讓俄歐戰爭停止 而中東戰爭呢 也只有川普才有可能 對奈塔亞胡施加真正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知道這個川普跟這個當年 就跟金正恩有個相當良好的關係 他就說從歐洲到亞洲 國際局勢呢 實際上會穩定 國際和平會到來 當然有些歐洲有些國家呢 它可能不太高興 所謂的混亂呢 是指的川普再給他們施加壓力 讓他們出更多的錢去放在軍費上 我認為實際上 川普的到來會對美國 對世界呢 會帶來非常很多好的改觀 斯丁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川普上臺的話 他的這種外交的方式 會給國際局勢帶來怎樣的變化呢 八年前的時候川普上臺過 所以川普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 大致的方向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不認為川普八年前上臺 也沒有說給國際社會帶來怎麼樣的一個混亂 至於說川普對於俄烏戰爭和以色列戰爭的影響 我認為還有待觀察 就是說哈里斯上臺以後 他很有可能延續拜登的路線 當然哈里斯他本身是一個非常弱勢的領導人 所以他在援助烏克蘭的這個政策上 很有可能比拜登更弱 並且他可能很多政策是他的團隊 或者說他背後的一些人做出了決定 那川普他更不可預測 就是說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不知道川普究竟會如何讓俄烏戰爭停滯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也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吧 所以我覺得總的來說 就是川普的這個不可預見性 就是說他能給國際上的政治外交國異 帶來一些想不到的變化和結果 但是您覺得川普希望通過對話 來解決衝突的這種外交方式 會不會說給新邪惡軸心的領導人一個可乘之機 就是說他們可以借跟川普這種親密的關係 來獲得一些好處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我是這麼看的 川普的一些說法可能更多是商業上的一些說法 因為商業上你和商業夥伴在一起 你可能有的時候要撐踪到地 但我們還是看川普的第一任期 川普說習近平是他的朋友 這不是第一次了 第一任期的時候也有這樣 但是當時對中國祭出貿易戰 包括當時中美關係這個變化 也是川普任內的 所以我覺得具體要看川普做什麼 川普上任之後在外交和軍事政治上 對中共或者對台灣具體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關鍵 也是值得大家去關注的點 謝利教授 您覺得賀錦麗和川普 他們上台後會分別對美中關係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美國的兩黨左右兩派對台灣的問題上 基本上幾乎是完全一致的 對於中共的問題 就是說在大體總的方向上 也是大體相識的 但是具體的措施或者是手法會有所不同 我認為川普實際上從上次 第一次引起我們看出來 他實際上基部長用的是一種先禮後兵 他可以跟習近平當著好朋友 他甚至誇獎習近平很聰明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你不需要還不認識 或剛認識你就罵他是 你說他是小學生博士 這些沒有任何意義的 在國際關係上不是這樣做的 川普實際上有他圓融的一面 但是也有他非常嚴厲的一面 你不要當著習近平的面 在海湖中央人在吃飯的時候 他當面告訴習近平 他對一個中東的敘利亞的那些獨裁政權 他已經發射到上面的導彈 就是他的這個堅定的 堅定的反對獨裁專制和共產主義 這個心態是毫無疑問的 川普並且在臺上在第一任期的時候 多次的在國際社會 明確的表示堅決反對共產主義 他當然知道習近平是共產黨的頭子 所以川普反對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這個堅定的進行是毫無問題的 那就是說他對美國產生的影響 賀錦麗的話 哈里斯如果上臺的話 基本上是按照他會繼續拜登的這個政策 所以對中共來說呢 他們可以輕鬆的 Handle 料理這個賀錦麗和拜登這種政府的方式 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中共對拜登實際上是支持的 是反對川普的 但是川普如果上臺的話 我認為他首先呢 他會解決那些邊境的問題 解決那些經濟的問題 通脹的問題 讓美國呢 從經濟上非常強大 並且他對中共的那些關係 尤其是經濟和貿易關係 會非常的強硬 實際上我們知道在 本來中共的中國的幾個電動車廠 在墨西哥準備生產一個巨大的 實際上規模最大的電動車生產廠 然後讓這些中國電動車 直接進入到美國 但是川普實際上是及時的發現這一點 讓中共呢就是放棄了這個目標 這個對習近平的經濟政策 尤其是這個新制生產力 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並且川普現在馬上要推出來的 對全世界所有的進口商品呢 增收10%的關稅 對中國呢增加60%的關稅 這個就是直接會中國經濟呢 帶來那個巨大的衝擊 並且還有一點呢 我們知道川普的減稅政策 我不認為川普是一個不可預計的 包括他在俄欧戰爭上的問題 他實際上他這個政策是非常非常明細的 他會讓這個烏克蘭放棄一部分領土 然後呢讓我認為可能會讓俄羅斯呢 同意這個失去部分領土以後的烏克蘭呢 加入北約 所以這個他一定要既然談判會成功 而且這兩個領導人都接受的話呢 這個實際上是各方雙方必去有所的個讓 所以他實際上他的外交策略是非常清晰的 對歐洲來說他希望歐洲人更多的承擔責任 對亞洲來說他會團結 所有的這些自由國家呢 去圍剿中共 那對中共的經濟上 那他會和經濟上科技上的科技的封鎖 經濟上的那個脫鉤 他一定會比第一任期還要有所加強 所以基本上川普上台以後 第二天上台以後 我認為這個不出意外的話他肯定會 那就意味著中共在這個經濟外交上 都會出現那個面臨末日的景象 謝蓮教授認為川普表面上雖然會禮遇 但是在對中共的問題上 他實際的行動會比賀錦麗更強硬 那我們看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很多分析人士認為 在反共成為美國外交主線的情況下 如何反制中共威脅的議題 會成為今年美國大選的一個焦點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中國議題 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發酵成為選舉的熱點 謝蓮教授 您覺得這是為什麼呢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 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的話呢 我們這個美國總統競選 最後幾個月呢 會有至少三輪四輪的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當然我們知道這次拜登只參加了一次 而賀錦麗也參加了一次 所以他基本上沒有時間展開 為什麼中國不成為熱點啊 有幾個原因 第一呢 我覺得整個美國社會呢 現在就是說對中國 對中共 對中國 實際上興趣越來越小 對吧 中國的那個經濟啊 和貿易對美國的意義的影響也小 連美國的航班去中國的航班都大幅度減少 減少了大概90% 從來其它那些貿易往來啊 學術交流啊 留學生啊 這些都在大幅度減少 還有一個呢 這個中國自己呢 中共自己呢 現在越來越 從經濟上它在衰退 我們知道是非常嚴重的衰退 這個美國政府當然知道非常清楚 拜登好幾次都說 中國經濟出在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它有自己非常大的麻煩 習近平自己都知不保 所以他們知道這個中國經濟的那個問題啊 還有一點呢 就是說這個對中共 我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實際上是美國共和黨和這個民主黨 兩黨在對付中共的問題上 就是剛才子凌提到那些 的bipartisan 兩黨的那種 對中共委員會的話 那基本上其實說都有一個共識 你知道嗎 並且對中共的威脅 雖然中共經濟上可能在衰退 但是它實際上 它在窮兵獨武 在那個加強它的軍備 那種軍事上的威脅呢 美國人民仍然不能小觸 尤其是這個中共對俄羅斯的支持 對北朝鮮的支持 伊朗的支持 都在處處在煽風點火 給美國背後製造麻煩 所以在這幾點上呢 雙方 兩黨雙方都有基本上的共識 但是因為中共的這個經濟上的在衰弱 這次呢 確實沒有成為熱點 這也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但是並不意味著就是說 下一屆總統進入白宮以後 不會把這個中國問題當這個重點 這一定還是會有一個非常重的外交問題 嗯 此令我們看到中共黨魁習近平上週才剛到訪 俄羅斯和普京密談的近一個小時 那您覺得普習會不會密謀在大選期間 顛覆國際秩序來為當前的中俄困局解套 那中俄有哪一些可能的動作 西方該如何應對呢 我首先這麼認為 無論是普京也好還是習近平也好 當然都希望國際秩序變得更亂 美國越弱越好 但是由他們兩個人會面就得出 他們在策劃謀 而且我覺得這個有點太跳躍了 並且沒有其他的證據去證據這個事 所以我個人是去很難接受這樣的一個結論 而第二點就是說 目前俄羅斯它現在是完全沒有多餘的精力 烏克蘭 康爾斯克都還沒有收復 都得向朝鮮去要員兵 第三點從中共的角度上講 中共對俄羅斯的政策 從來就是過去兩三年沒有太大的變化 簡單來說就是經濟上我給你援助 軍事上我盡量不幫你 因為怕得罪西方的國家 所以俄羅斯普平也知道 現在雙方它是抱團取果 在抱團取果 中共和俄羅斯的合作關係 還沒有俄羅斯和朝鮮合作關係那麼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雙方軍事上都沒有達成一個同盟 或者深度合作 他們倆想去 就是共同想去顛覆一個什麼東西 我認為這個有點過於陰謀論了 當然他們都希望 希望這個國際秩序發生不同的變化 但是在目前雙方的 我認為雙方互相信任的程度 沒有達到那種程度 中共現在連炮彈都不敢提供俄羅斯 俄羅斯會拿這麼機密的事情 去和你商量嗎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紫定現在有分析擔心 說最終不管哪一派當選 那剩下的一派會不會對選舉結果提出質疑 而且要求重新點票 司法介入 那您怎麼看 您覺得美國會因此面臨一段的動盪期嗎 那會不會帶來一定的內外隱患呢 這次選舉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一方大幅度獲勝 不需要去抗議 從目前民調來看 就是說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好 現在民調都趨向於川普會獲勝 或者是雙方民調持平 我們看現在七個搖擺州 北部三個州加南部四個州 北卡四年前是川普七個州 唯一沒有吃掉的 北卡很有可能川普這次也拿下了 亞利桑那川普大概領先一至兩個點 我看的是538他的一個綜合民調 這個領先在亞利桑那非常誇張的 包括從這個叫你在註冊投票的時候 你可以註冊黨派 然後從這個數據 美國每個州他選舉法不一樣 北部密歇根威斯康辛沒有這個黨派在你的選票上 但是南部的幾個州亞利桑那 賓州 包括北卡都有 那我前兩天看NBC的報道分析 就是說以賓州為例 賓州四年前的時候 民主黨的註冊選民是47% 共和黨39% 差8個百分點 我們知道最後拜登在賓州贏了不到兩個 有一點幾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6個百分點被所謂中間選民給抹平了 那今年的情況是 哈里斯掉到44個百分點 共和黨升到40個百分點 雙方差距只有4個百分點 所以就是說很多人預測 包括賓州或者很多州 很有可能會出現 就是川普會一下贏下不少州的這個情況 所以再這樣就是說 如果就是雙方的總得票數可能差不多都50%50% 但是從州數上來說 他可能比如說贏了賓州贏了佐治亞州 北卡 亞里桑那 再加上密歇根 他這個就沒有太多爭議了 就是他不存在爭議的情況下 就不會存在這個事 那剩下兩種情況 當然就是說和去年大選一樣 就是很多州開票很晚 最後哈里斯獲勝 這種情況有沒有呢 當然有可能 比如說今年亞里桑那 這個Maricopa縣 就是他那個人口最多 大概超31人口縣 他說他需要一個星期到10天的時間去寄完所有票 我不知道最後會多久 但是看起來亞里桑那的票出的結果可能會延遲 另外賓州可能也存在同樣的情況 因為賓州的郵寄選票 他是不能提前去計算的 你必須在當天7點 就是11月5號投票 早上7點以後大家開始投票了 你才可以計算你郵寄選票 你像很多其他的州郵寄選票 就早就可以開始去計票了 這樣的話他會使在那個10月5號之前 你就能得到一些結果嗎 所以賓州看起來有可能也會延 但是因為每年情況不一樣 那今年郵寄選票的人數在下降 所以存在這麼一種可能性 就是川普如果輸了 然後這個賓州亞里桑那州 他出票結果又比較晚的話 他可能會帶來這樣的一個爭議 然後第三種可能性就是川普在這種很微妙的情況下 獲勝哈里斯輸 那我在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可能會有一些抗議活動 可能會有一些出來 但是根本上來說他不會去動搖整個美國民主政治 這樣一個根基 並且從今年來看的話 就是整個投票的過程更為嚴格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今年這個大選的爭議可能比4年前會要少一些 謝林教授 我們知道除了美國的大選 日本他也在近期進行了眾議院選舉 那結果是執政聯盟遭受了重大挫敗 自民黨15年來首次沒有過半 也給日本政局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 但是我們眾所周知 日美它是守護亞太安全的兩大重要的力量 那外界現在會有一種擔心說 在這個11月5號到1月20號這段期間 美日會不會同時經歷空窗期 那台海的安全隱患會在這期間升高嗎 對 這個是有可能升高的 對 我們知道這個日本這次選舉呢 這個石破茂他們那個自民黨 他沒有得到這個沒得到多數的席位 然後呢 就說他可能現在後悔 可能要求他這個重新選舉 這個日本政局確實有極大的不穩定性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石破茂呢 雖然他好像也在主張成立這個亞洲的北約 來抗衡中共 但實際上他好像這個應該說是 基本上是親中派的 是一種親中清華派的 那現在看來他是面臨的一些巨大的挑戰 巨大的挑戰 實際上他現在這些自民黨跟當時安倍時期的呢 也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了 日美卻是日美的聯盟呢 是守護亞太安全的重要的力量 我覺得這種在這個軍事啊 軍事同盟上面 這些方面呢 應該不會受到這個日本政黨輪替啊 或者自民黨是否能這個多數黨執政 不會受到這個的影響 但是呢 中共呢 卻會有這個會利用這個時機 就是這段空窗期 我覺得這尤其是美國這個 我覺得中共還有一個內在的因素 可能會讓它導致 它來對臺灣動物啊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因為它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機會 從現在開始11月份到明年1月期間 美國呢在捲入這個俄烏戰爭 美國也在捲入這個阿易戰爭 中東的戰爭 而中共呢現在我們也知道 它這個經濟算有嚴重的衰退 我認為這可能已經出現了蕭條 那現在它這個不斷出台的這種刺激政策呢 也沒有就是說能夠起到立竿建議的作用 那這個時候在這個時候呢 對這個獨裁專制獨裁者來說呢 轉移視線分散人民的注意力 或者用戰爭來轉加危機 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 就像我以前在臺灣的一個雜誌上 那個發表一個文章也提出 中共可能並不一定會用這種強行武裝渡海呀 或者攻擊呀 探頭陣地呀 去強行攻擊 強行佔領 就是具對佔領的方式來攻打臺灣 也不會用導彈把臺灣給炸亂 炸了一團稀爛 它本來就是想能獲得臺灣的一些高級數 類似台積電這些技術能力 而中共現在有可能採用的措施呢 我們已經越來越多已經發現了 你看到就是它可能就採取現在已經在用的 試用了好幾次的這種就是威爾不達 就是來周邊頻繁的密集的 就進行這種陸海空的軍事演習 甚至加上火箭部隊 加上漁民 漁船 就是騷擾來中斷 臺灣的海上的能源 貿易的供給線 讓臺灣島內生變 出現內亂 我們知道中共在臺灣島內滲透已經非常嚴重 從政府到民間 文藝界 商界 都有大量的中共的滲透 如果中共圍島的演習 導致臺灣的能源出現 進攻出現的緊張局面 臺灣現在我記得好像是每天都要有兩三艘那個 就是巨型的石油液化器的那個船從中東過來 才能維持臺灣島的這個 臺灣的這種經濟的運行 如果一旦這個受到這個打擊破壞的話呢 一旦出現內亂 然後呢 親共人士趁機發難 那中共很可能用這樣的機會來對臺灣施加壓力 或者動 它可能那個 它的所謂的侵犯臺灣的話呢 完全可以移 這種形式出現 這樣的話 實際上還不太方便去直接插手 因為它畢竟還沒有是無力的攻占 所以這段期間 現在臺海的安全運患呢 我覺得很可能會升高 嗯 茨靜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就是日美的這種空窗期會不會給中共壯膽呢 我覺得問題來說不會 因為所謂這個空窗期已經好幾次了 那四年前也有空窗期 就是說臺灣問題它是一個軍事問題 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它軍事問題上它是很複雜的 它要涉及到攻打臺灣你說和跡象條件有關係 你要在什麼時間去打 你要在這個 因為臺灣海向 臺灣海向其實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個東西 除此觀念 還考慮自己戰備的問題 中共目前只有兩艘航空母艦 這兩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24架艦載機 山東號36架艦載機 還都是老式遼寧 還是殲15艦載機 目前在海上就遇到美國一艘航空母艦戰鬥 我們全都打不了 還有個問題 航母它是有三分之一時間要在船廠裡去維修的 所以你真要打船 打臺灣 你要找一個時間 就遼寧號不在船廠 山東號不在船廠 理論上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然後你要和臺灣砍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軍事打仗它是一個工程 它是一個非常細緻的一個工程 而這個工程你要每個時間要卡好算好 不是說我一拍腦子 我說明天要打臺灣 不能是這樣子的 它是要經過計算的 我說一拍腦子明天打臺灣 我遼寧號還在船廠裡怎麼辦呢 對吧 所以你不能明天 航空母艦它每個月段時間都會進船廠進行大修 美國它常年11艘航空母艦 有三分之一航空母艦在船廠裡面 所以我認為習近平想攻打臺灣是肯定的 但是最後攻打臺灣它一定不是拍腦子 它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先兆 而這些先兆通過現代的偵查手段 衛星手段都是能看到的 這是我個人看法 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給中共壯膽 但是這個中共的實力是遠遠跟不上的 那我們最後看到這個美國大選 對經濟的影響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那有世界上最準確經濟學家美誼的 法國證券分析師巴羅預測 川普他將打敗賀錦麗重返白宮 共和黨也將拿下參眾兩院 那巴羅也預測了美國經濟的三種走勢 其中他認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 在大選過後 美國經濟會在短期內受到提振 但是因為受到赤字飆升的影響 那從長遠來看 將衝擊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謝林教授您怎麼預測美國經濟可能的走勢呢 這個巴羅預測川普打敗賀錦麗重返白宮 共和黨拿下參眾兩院 這個我也認同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實現的 並且很可能會出現一個非常巨大的 川普巨大的勝利 那這個他這個走勢 他對經濟的走勢呢 我可能不完全贊同 他說大選後經濟會在短期內受到提振 我們知道川普的經濟政策最主要的一點 他要經濟和外交內政政策 他要就是說讓邊境安全的問題 然後要削減聯邦政府的赤字 增加美國石油天然氣的產量 讓能源的價格降下來 能源價格降下來以後 這個比如在一年之內要降到一半 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川普第一任的後期 我們知道美國完全實現能源自給 並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產國 然後就是說 那現在看來 如果人員的價格下降下降的話 現在通貨和通膨脹的問題 可能會得到大大的緩解 經濟會受到提振 但是那個是不是次次會飆升呢 我倒不認為 因為我們知道他現在在這個 在這個已經叫這個馬斯克 他們會成立一個叫政府 Government Efficiency 就是效率或者是增強這個效率 而這個他是 據馬斯克所說呢 他是目標是要把美國政府的預算 他呢 砍掉2萬億美元 從現在的5、6萬億 砍2萬億美元 如果這樣大幅砍掉 並且川普還會增加一些關稅 用一些關稅手段的話 那這個美國政府的這個次次呢 那不會飆升 我認為這個不會飆升 但是因為同時呢 他這個川普在用各種各樣方式 來這個增加美國的出口 減低這個出口、進口 所以美元會上升 我們現在看到美元指數呢 已經一直在上揚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美國政府的赤字不會飆升 而經濟會成長 那通貨幣上會受到遏制 美元會增強的話呢 這個10年公債的殖利率呢 其實價格呢可能會那個上升 而這個利率呢 殖利率可能會下降 所以這個是讓美國經濟 會出現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趨勢 那中共這一邊啊 外媒是指出說 中共考慮在下週召開的人大常委會上 批准在未來幾年發行超過 10萬億元人民幣的額外債務 來穩定內部需求 應對美國大選帶來的不確定性 先生教授您怎麼看中共在發行 特別國債的可能 能說幫助中共穩定國內的趨勢嗎 對 這個發行那個 它這個10萬億的外債的話呢 額外的債務的話呢 它現在要指望這個西方國家 華爾街啊去投資 這個我看可能性不大 這個西方資本還仍然在繼續為了流出中國 那這10萬億呢 它就只好它自己來印鈔票 印鈔票的話 對中共來說 這現在就是飲鎮止渴 畢竟我們看到這10萬億呢 它現在的目的呢 主要是來穩定它的內部的問題 據說這10萬億的60%呢 會用來償付這些地方政府的債務 我們叫這個地方政府的債務沉重 而另外40%呢 可能主要是用來穩定這個房地產市場 換句話說它實際上不會 不會對這個經濟和就業起到任何這個促進的作用 一個是讓政府來還債 讓政府可以繼續維持 然後另外一個呢 實際上是去幫助那些在房地產行業 有大量投資的國企業、洋企業 和中共的群态勢力 他們自己的人 換句話說實際上還是用通貨膨脹 然後呢這個印鈔通脹 把危機轉嫁的老百姓投上的方法呢 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畢竟也沒有任何可以用來 真正增加內需和刺激經濟的方法 所以中國的經濟可能不會得到穩固 並且通貨膨脹很可能會失控 好的 非常感謝兩位嘉賓的精彩點評 那下週二就是美國總統的大選日了 新唐日電視臺也會從當天的早晨8點進行全天候的直播 敬請期待 但印鈔熱點互動節目將在下週二停播一天 我們下週四與您不見不散 我們下週四和您下週一會見 我們下週四和您下週三 我們下週四和您下週五 請期待